海外华人直播播报 美国油价大跌消费者很开心但经纪人却很焦虑 新闻取自各大新闻媒体 新闻内容并不代表海外华人直播的立场 周三美国油价进入熊市区域 校4月时的峰值跌于20% 店下有关全球增长的不安情绪正笼罩着金融市场 而供应过剩担忧更是雪上加霜 美国原油期货收盘跌3.4% 报51.68美元 同跌破了进入熊市区域的门槛53.04美元 此前政府数据显示 美国国内原油库存大增 油价下跌凸显了投资者对于贸易紧张局势将近一步损害全球经济扩张的担忧 投资者通过追踪油价来衡量能源市场的供需情况以及全球经济的增长动能 因为原油对运输和航运行业至关重要 对全球增长的预期通常会令价格产生波动 数周之前 油价在4月23日上破66美元 同 当时经济数据大提喜优参办 很多人预计美中将达成贸易协议 在今年晚些时候提振经济增长 从那以来 不断升级的关税举措也令全球股市与债券收益率一道下滑 分析师担心保护主义进一步抬头将不可避免地在较长期内对经济造成损害 很多分析人士担忧 最近的市场下滑将导致美国企业和消费者更加谨慎 此前开支增速已经在第一季度放缓 咨询机构宏观经济顾问的首席科技策略师约翰·科勒沃斯说 最大的风险是风险资产给消费者人气和投资者人气带来的负面反馈循环 市场将很快给我们一些教训 本轮下跌是美国优势自2017年初以来的第三次熊市 凸显出能源价格的持续动荡 此前今年早些时候的一轮大涨令许多交易员感到意外 周三原油期货结算价位于1月中旬以来的最低水平 全球油价基准布伦特原油下跌2.2%至60.63美元 效2019年高点低19% 如果收盘价位于59.65美元或更低 就标志着布伦特原油进入熊市 周三油价下跌的背景是 美国库存数据显示截至5月31日的当周原油库存增幅大于预期 此外 数据显示美国私营部门5月份新增就业2.7万人 远低于预期的新增17.3万人 对于担心美国增长放缓 石油需求下降的分析师而言 这是最新一批令人不安的数据 分析师提醒说 虽然油价下跌可能会给在今夏驾车出行的美国消费者带来好处 但影响深远的经济放缓前景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抵消这方面的好处 成品油生产商对原油的需求不及预期 这也造成了最近原油库存的攀升 推动库存升至近两年来最高水平 库存上升已经让一些市场观察人士怀疑 原油库存增加是否也暗示着美国消费正在减弱 研究机构赫伯特J.西姆斯·宇科的高级副总裁唐纳德 莫顿表示 美国的汽油需求令人失望 莫顿负责一个能源交易部门的运营 虽然美国消费者支出方面的许多指标保持稳定 但投资者表示 今年头四个月看涨情绪推动油价上涨于40%后 对未来经济放缓的担忧已导致上行势头逆转 美国第二季度迄今的零售和制造业数据表现不佳 这也引发了市场不安 担心随着关税的上调 海外经济增长放缓知识正在蔓延 IHF马基特美国5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 PMI跌至近10年来最低水平 全球各地的类似指标也出现下滑 行管近期有所下降 但衡量美国和中国工厂产出的指标仍维持在50这一扩张和收缩的分界线之上 但上个月包括德国和日本在内的多个国家的采购经理人指数 PMI跌破了50 令增长放缓的情况可能恶化的担忧加剧 投资管理的首席市场策略师比尔奥格雷迪称 你突然发现全球各类国家自己的制造业指数滑落至收缩区域 这对原油需求来说是不利因素 鲍格雷迪还说美国经济并没有那么糟糕 全球经济的表现则不软 而欧洲经济尤其疲软 尽管面临地缘政治问题的伊朗 瑞比亚和委内瑞拉这三个国家的原油供应均减少 但美国和欧佩克产出相对稳定的前景还是让人担心原油供应过剩 欧佩克料将于本月晚些时候决定是否将今年上半年执行的减产计划延期 欧佩克将在维也纳召开会议之际 六价目前低于分析师所称的欧佩克成员国维持其经济所需的水平 全球很多大型能源公司的利润也可能受到影响 此前这些公司公布的第一财季业绩表现乏善可陈 由于围绕全球经济的不确定性正在上升 萧议员们表示对冲基金和其他投机型投资者基本上都被迫削减了高风险资产的头寸 这加大了油价面临的压力 这种操作导致了最近的波动 油价跌破受到密切关注的技术水平 令这波下跌动能加剧 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的数据显示 截至5月28日 投机者已连续5周减少了看涨美国原油价格的净压注 此类压注降至截至3月12日一周以来的最低水平 看涨压注与看跌压注的比例接近5比1 低于4月底的峰值14比1 莫顿表示熊市中才有的焦虑已经出现 而且是真实的海外华人直播的固定 播出时间早上7点晚上7点半 非常感谢各位朋友观看我们的频道 若您喜欢我们本期视频的节目 拜托你订阅点赞转发或者打赏 您的支持行动和订阅是我们制作出下一期节目的动力 文章来源 华尔街日报于2019年6月6日 支持我们就请在视频右下方点击订阅我们的频道 本节目由美国加州奥克兰市应计时驾赞助播出 订阅电话510-465-1888 本节目由美国加州奥克兰市应计时驾赞助